现在社会提到三十同堂 五十同堂就更不要讲了 很多人已经没有概念了 当然不排除还有一些大的家族 还有一些农村反而比较重视这些 但是更多的都说自己过好就行啊 管别人干什么 管好自己就行了 那谁都不要管这个社会 那不就是所谓的市场经济 没有国家这个宏观调控就不行 你说最高的不是无为而至吗 当然 但现代社会这个风气可以吗 人们心里没有彼此 而不是说 大家都很好 就共产主义了 那差得远 历朝历代 好几个王朝 甚至国外的 希特勒 也是民族共产主义啊 太激进了 那个时代 那个时代根本 各方面条件达不到这个 有的温饱还是问题 所以你怎么讲呢 我们要说一下 这个家族传承呢 他的重要性 首先 说一个长子 包括长孙 古代人 是很注重这个 尤其是 皇亲国戚 叫 皇帝爱长子 百姓爱妖儿 那皇帝为什么爱长子呢 才有传承呢 周朝 我们知道 孔子 最信奉 周礼 甚至梦里 都想见到周公 那个时代的礼法 几千年前 已经很完善了 礼乐之国 现在根本达不到 不得已而法治 结果还是乱七八糟 你看古代法治的社会 怎么样了 好像现在的 看似 比以前还好了点 但潜在的问题很多 那就先不说这个 我们周朝的理智说 敌长子继承之 说这个 他的 由正气所生的儿子 为敌长子 如果第一个生女儿呢 那么就往下 再延 凡是他所生 而后呢 如果他生不出 那就 由 妾生的儿子 来继承 总之就是 第一个 男孩 那你说他很废物怎么办 阿斗 阿斗 也要富 这不是很荒唐吗 那中国就是这样 只有这样才能不乱 他没有互相之间那种 皇室的争斗 为了皇权 那即便是如此 你看周朝也没有几个 地长子继承 那后代更是 完全都乱了 违背了 圣贤 这个立法 你看 大大 啥啥 乱 乱七八糟 你又能怎么样呢 你说尤其清朝 尤其清朝 我先者即成智 有能者上位 外国不就都是这套 照样很乱 好不了多久 争斗的结果 所有人都 眼睛都盯着那一双 所以 这个真的好好 该考虑考虑 现在人没有这个观念 再说